我覺得我是紅腿第一妹 你是 就算不是第一妹也是第一誇張吧 第一戲劇話 第一間 第一間 好謝謝 他搶鏡頭啊 你把他弄倒 你把他弄倒 你幹嘛搶鏡頭啊 好啦阿寶我只能說他今天就是很端莊 就這樣 可是我就說 哇小孩子怎麼穿得像廟啊 怎麼像金鐘獎啊 怎麼那麼有氣勢啊 一代女皇啊 就是你們可以寫很多東西 那阿寶就是說 喔黃色的洋裝 第一 你說差一分耶 只差一分就輸給腳趾 差一分就差一秒 那 誰沒投我 你可以調查得出來嗎 那沒辦法 聽誠說他是 出去兩次 然後 就他們很難覺得 然後休息了兩次兩回 然後回來對手才能好 就是這個節目 說實在的 就是 呃 我真的心裡會想說 會不會聽到我的名字 因為我媽坐在樓上 然後我想說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可以說媽我得獎了 然後結果他們就是說 是佼佼跟LuLu 講真的 我內心 真的有一點點失望 喔 可是我覺得還是要有風度 因為畢竟佼佼 你看他在 連頒獎人 他都可以講話 妙語如珠 然後LuLu也是 就是 很棒 對呀 人很好 人緣很好 然後 對我覺得他一直走過來 就是 給他一個獎也OK 就是也合理 所以明天就想要去找大S 因為他畢竟也是 CD想聊的製作人 想要去他們家 跟姊姊還有姊夫 就是 我沒有得到 你知道嗎 獎 就是希望就是可以從他那邊 獲得一些安慰 其實我這次穿著我的服裝 我並沒有要爭取了什麼 紅毯第一美耶 因為我覺得 那已經不是用美 可以來形容了 那是 怎麼講的我的服飾 就是很尖 對 紅毯第一尖 還有別的嗎 你不覺得我整個人 就是一個藝術品嗎 好像一幅畫在行走 然後也有人說 我本身就是一座金鐘獎 然後也有人說 我是廟宇 什麼什麼什麼都有的 所以我覺得至少在紅毯上面 獲得了很大的那個話題 所以是不是第一美 我已經不在乎了 阿寶又沒有跟我們一起入圍 喔 妳說服裝啊 妳再問我 可能真面目會露出來喔 趕快口袋再拉高一點 妳說評審說 曾寶儀是紅毯第一美 我沒有看到這個耶 我看到的是 我是紅毯第一美啊 妳是啊 第一美 妳是看什麼東西啊 好啦 阿寶我只能說 他今天就是很端莊 就這樣 可是我就說 哇 小孩子怎麼穿得像妙啊 怎麼像金鐘獎啊 怎麼那麼有氣勢啊 一代女皇啊 就是妳們可以寫很多東西 那阿寶就是說 喔 黃色的洋裝 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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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